今日一早 媒体报道 离世的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 在离死前更改了遗嘱 将她最珍视的私人珠宝 统统留给了她 最钟爱的长孙媳 凯特王妃 不过戴安娜王妃 在婚礼上佩戴的钻石王冠 将不会给凯特 而是有七岁的孙女 夏绿蒂公主继承 英国王室珠宝的数量 相信大家都有所耳闻 但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许多王室 有的不比英国王室 珠宝华丽 却吉福韵味 有的好奇冲天 甚至英女王的一生收藏 都不能比你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吧 一泰国王室 2001年福布斯 曾经发布过一份 全球最有钱的王室排行榜 第一名不是遍地黄金石油的 沙特王室 也不是老牌贵族英国王室 而是泰国王室 当时在位的是普密捧阿杜德国王 2014年 他的个人财富就达300亿美元 在曼谷市还有着自己的土地 国家大部分的银行 也有他的股份 而他又极其宠爱自己的妻子 史尼吉王后 在可以一夫多妻的王室 答应一生只娶他一个人 钟爱一生 因此 史尼吉有着数不清的珠宝首饰 号称泰国最会带珠宝的女人 在普密捧阿杜德国王 送给妻子的礼物中 就有重达530.2克拉的金色陛下 不过作为泰国王室的财富象征 这颗钻石并未制作成饰品 年轻时 史尼吉偏爱大颗钻石或财宝 他和普密捧国王在丁婚典礼上 佩戴的冠冕 外形敏感 来源于传统太世王冠造型 冠冕一周镶嵌有10多颗黄色彩钻 与之配套的项链 则是由一款钻石流苏冠冕改造的 另外一套环钻冠冕 是国际大牌珠宝商为其量身定做 这款冠冕既可拆卸 当作手腕珠宝 还可做妖风 设计很是精巧 这两顶王冠 自然是史尼吉珠宝盒中的冰山一角 另外一款小竹竹王冠 小巧甜美 却不是大庆 如果皇冠还不够耀眼的话 史尼吉还会选择沉重的项链 来增加气场 其中一套蓝宝石项链 是他的最爱 这套无双蓝宝石 刻重巨大 品质极高 即使在英国王室 也找不出几颗能与之相比的蓝宝石 除了蓝宝 还有一套红宝石 欣欣优雅 更加适合年轻时的史尼吉 这套歌雪红红宝石首饰 每一颗的颜色都相差无尽 搭配白钻 更是星星眷勇 除此以外 史尼吉还拥有一条 长达1米2的红宝石尖链 面身用数颗大小一致的红宝石 连接构成 腰间垂落的 则是一个更大的红宝石 以及一条钻石尖链 泰国的传统服饰 腰间还会挂一条腰带 自然也是史尼吉 会用心装饰的地方 据了解 红密蓬国王 曾为自己心爱的妻子 打造多条纯金钻石药带 让他每天换着袋 去年传出消息 史尼吉并重入院 身上道士素雅了很多 只带了一条珍珠项链 二 瑞典王室 瑞典王室曾被称为最寒酸的王室 虽说论豪华程度 和英国王室 泰国王室没得比 但胜在传承和寓意 其最有名的 莫过于约瑟芬王后 被雕王冠 这顶王冠 曾是拿破仑的第一任妻子 约瑟芬所有 是瑞典王室的传世之宝 整体用黄金和被雕打造 细细镶嵌了上千颗珍珠 在一众钻石宝石王冠中 显得独树一致 与被雕王冠搭配的其他首饰 还有 胸针 耳环 项链和手链 之后这顶王冠 便由约瑟芬王后的女儿寄生 而后公主将王冠送给了她的侄子 这个王子 也就是瑞典的王储 作为新婚礼物 王子又将王冠送给了她的王妃 1933年 瑞典公主 英格丽 向嫂子 施拉比王储妃 借来这顶皇冠和配套首饰 在一场慈善假面舞会上 装扮成她的祖先 约瑟芬皇后 从此 作为瑞典的皇室习惯 每个王妃或者公主 都会戴着这顶代表荣誉和地位 世代相传的被雕王冠 走进婚礼殿堂 因此 这顶被雕王冠 又被称为新娘王冠 谢尔维亚大婚时 整体朴素又优雅 这套珠宝 现在只为谢尔维亚王后一人使用 而且必须重大场合才能佩戴 康尼迪特水滴王冠 是谢尔维亚王后收到的结婚礼物 翻下来就可以做项链 与之配套的 还有水滴状项链和手链 不过王后经常分开来戴 看起来最华贵的 应该就是这顶大花王冠了 这是谢尔维亚加冕瑞典王后时 所戴的冠冕 整体重约6公斤 高12.5厘米 宽50厘米 由上千颗钻石 组成花朵和蔓纹的形状 只是王后并不常戴 大概也是觉得太重了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大家觉得哪件珠宝最好看呢 你们又知道哪些王室珠宝的小故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